Hello 大家好 我是希望君 魔道主持 改编至莫香同秀的小说 动画2018年 刚一上映 就收获无数好评 掌获大奖 全系列共3季 豆瓣军纪评分8.8 后来还改编成爆火的真人剧《陈情令》 那么今天就带大家一口气看完《魔道主持》 故事发生在修仙世界 主角名叫魏英 自无限 号怡灵老祖 过去温室横行 森林涂炭 因此仙门百家联合发动12日之争 讨伐温室 过程中 仪林老祖魏无限大放异产 他的武器是鬼敌陈琴 每当敌声响起 便有一支尸体军团受到魏无限的操控 可是在法温战役胜利后 魏无限的强大力量却招人忌惮 尤其是他拥有一件威力极大的法宝 鹰虎服 最终魏无限竟受仙门百家的讨伐 死于乱战感 不过这起事件的真相依然笼罩在迷雾之中 时间一晃 13年后 莫家庄 莫玄宇竟然主动献射 召唤魏无限 献射是一种召唤死者灵魂到自己身上的失传竞数 魏无限因此重生 占据莫玄宇的身体 莫玄宇是蓝灵金氏前任家主金光扇的师生子 但他的身份不被承认 反而被坏姨妈 坏表弟等人凌辱 非常凄惨 因此莫玄宇使用献射竞数召唤魏无限 目的就是报仇 魏无限必须完成失数者的心愿 否则就会被放射 他的手臂上留有三到三口 代表着三条人命 随后魏无限立刻就将坏表弟莫紫渊 暴打一顿 接下来 魏无限带走一只毛驴 取名小苹果 他还假装疯着大闹莫家庄 其实莫家庄后的大房商最近出现碎乱 所以莫夫人请来咕噬狼氏的两个人来除税 这个莫夫人就是莫玄宇的坏姨妈 而两位狼氏族人分别是狼院 智诗锥和狼锦仪 当晚两人布置好赵英奇 准备赵英除尸 赵英奇过去是魏无限的发明 如果插在活人身上 就会把活人变成诱饵 吸引周围的走私来攻击这个人 如果插在房顶 攻击范围会扩大至屋子里的所有人 没想到 赵英除尸的过程中 坏表弟居然挽动赵英奇 以至于被斜碎杀害 他的左手还空空如也 精气都被吸干 这时坏表弟的书童突然变成凶狮 大肆杀人 凶狮的左手还呈现出可怕的模样 见状 蓝远和蓝锦仪出手 用符咒击杀凶狮 他们还发现这名凶狮的死状和坏表弟一模一样 接着 莫夫人也被神秘杀死变成凶狮 这下魏无限手上的三道三口全部消除 三条人命就对应着坏姨妈 坏表弟 坏书童 而莫夫人的左手同样呈现诡异的模样 原来 连杀三人的斜碎就是这条 诡异的鬼手 蓝远和蓝锦仪与凶狮爆发大战 但他们却不是鬼手的对手 差点遇难 幸好魏无限暗中帮助 这才获得两人的性命 魏无限还控制另两具尸体对付鬼手凶狮 不过 这些尸体同样不是对手 鬼手凶狮还发现魏无限对其发动进攻 恰在此时 异变发生 想不到 咕苏狼狮的蓝战突然出现镇压鬼手 蓝战自忘机 号航冠军 他也是魏无限的身前树敌 于是魏无限赶忙骑着毛驴小苹果 逃入大凡山 没想到 狼铃金士的精灵再次布下傅仙王 叶猎走私 小苹果一时不慎 被傅仙王所困 因此魏无限制服精灵 救下小苹果 争执中魏无限还嘲讽精灵 有娘生 没娘养 这时精灵叫出舅舅帮忙 他的舅舅居然就是魏无限生前的师弟 云梦僵士的宗主 江城 两人原本情同手足 但江城后来却和魏无限仿目 原来精灵的母亲是江城已故的姐姐 魏无限得知后反才后悔 自己不该那样嘲讽精灵 接着江城和精灵准备对付魏无限 危难之际 狼战及时出现 救下魏无限 此举是为了抱刚才魏无限相助狼氏子弟的恩 现在大家都以为魏无限是莫玄宇 而狼战先前镇压的鬼手已逃入大凡山 没想到 狼战附身到天女巷 狼院狼锦仪和精灵误打误转引出鬼手 这条鬼手实力恐怖 接连击败多名修士 他就是藏在大凡山的邪碎 此刻 精灵 蓝月 蓝锦仪都不是鬼手的对手 魏无限决定帮助三人并自制出一把竹笛 只听笛声绕梁 鱼音鸟鸟 鬼将军温宁竟然破土而出 想不到魏无限居然在大凡山召唤出鬼将军温宁 过去温宁就是魏无限的最强凶师 魏无限也控制温宁 打仗鬼手天女 总算魏无限控制温宁 制服鬼手 魏无限发现先是限射禁术 再是诡异鬼手 这两者背后或许有更大的阴谋 接着在狼院收服鬼手后 一众修士准备讨伐鬼将军 而魏无限则是用笛声帮助鬼将军逃走 但是笛声却让江城怀疑魏无限夺色了莫玄宇 随即江城用仙气指电抽打魏无限 指电能让夺色的魂魄从宿主身上脱离 幸好魏无限是被人献射 不会因此魂魄离体 所以江城转而下令 以邪魔外道的身份带着魏无限 为难之际又是狼长出面 护驻魏无限 魏无限也假装疯癫 掩盖身份 最终狼长将魏无限和小苹果带回狼寺 故事狼寺的所在地名为云生不知处 这里也是魏无限年少时听学之地 二十年前魏无限十五岁 他和师弟江城在云生不知处听学 咸门百家中有五大世家 分别是齐山温氏 狼陵金氏 孤苏狼氏 秦和涅氏 云梦江氏 魏无限和江城都属于云梦江氏 秦同手足 江城是江家宗主江丰眠的儿子 魏无限则是江丰眠的大弟子 在云生不知处听学的主要人物有 傲气灵人的金家宗主之子金子轩 柔弱乖巧的涅家家主之地涅槐山 孤苏狼氏的狼藏等等 而负责授业的老师是狼藏的叔叔狼启仁 狼藏位居四家公子版第二 他性格冷淡 不够言笑 雅正端方 散谈古琴 但是年少时的魏无限身性散漫 泛滥不羁 在一次深夜喝酒时 魏无限就得罪过狼藏 天子相 分你一谈 哼 就这样 从见面的第一天起 魏无限和狼藏就成为一对冤家 古书狼氏是仙门中最讲理智帝 有着规矩 所以魏无限的泛滥行为也常被训斥 在一堂课中 魏无限还提出过离经叛道的言论 他认为怨气也可为人所用 这种观点被仙门百家认为是邪魔外道 之后魏无限因把缅怀伤做假手招狼 忘记发现 他被罚去禅书阁超书 并和狼藏共处了一个月 过程中魏无限百般戏弄狼藏 但对方却冷冷淡淡不为所动 在最后一天魏无限突然性情大变 给狼藏送礼 这是我最后一天的赠礼 哈哈哈哈 最终魏无限用春宫图成功激怒狼藏 狼藏还违背规矩要对魏无限动手 由此在面对魏无限时 狼藏再也难以保持心态的平静 接下来 孤苏地界的河中出现邪穗水行渊 这头邪穗原本在骑山温氏地界 但温氏不管其他人的死活 将邪穗驱赶到孤苏 随之狼藏的兄长狼藏带大家前去除税 狼藏自吸成好则武军 他性格随和 狠董弟弟位于四家公子版榜首 狼藏和狼藏也号称狼氏双臂 之后众人来到碧灵湖和水行渊大战 过程中魏无限使用配件随便和狼藏双剑合璧 但是水行渊非常强大瞬间打翻所有人的船 为了救人 魏无限还被水行渊拖入水中 情急之下 他准备凝聚怨气对付水行渊 不过狼藏及时将魏无限救上岸 而水行渊则是被封印在碧灵湖 这等邪水 只有等狼藏长辈到来后方可除之 在发现水行渊是被温氏驱赶到此后 所有人都对温氏的行径非常不满 可是温氏在仙门百家中势力最大 附庸最多 所以大家唯有冷气吞声 接下来魏无限又一次触犯宵禁 狼藏为了带他去领罚 自己也一同违规 因此两人都被借此打成重伤 而云生不知处的冷泉可以疗伤 所以两人一起去抛冷泉 过程中魏无限又对狼藏大家调戏 此刻两人正在打听骂俏 没想到竟有凶狮出逃 袭击众人魏无限还被凶狮包围 身处险境 警惕之下 他无意间控制了凶狮的怨气 这才脱险 最后江城和蓝湛即使赶到消灭凶狮 江城也私下怒斥魏无限 不许再碰邪魔外道 毕竟控制怨气这等招数 为仙门百家所不容 接下来魏无限发现 金子轩流露出对未婚妻姜艳离的嫌弃 姜艳离是江城的姐姐 和魏无限情同姐弟 所以魏无限替姐姐出头 暴打金子轩 这件事再度触犯规矩 魏无限被罚回家 被接回云梦江市的莲花屋 江市的宗族名叫江丰眠 他曾爱上魏无限的母亲 常设赏人 不过常设赏人却爱上江家家仆魏常泽 两人结为伴侣后 生下魏无限 可在一只夜猎中 两人双双上命 当时魏无限年仅四岁 他有幸被江丰眠找到 收为弟子 江丰眠对魏无限 甚至比对江城更加光心 这经常引起江城的嫉妒 而江丰眠的正气 于夫人也对魏无限特别不满 于夫人出身 梅山于世 本名于子渊 性格强势 由于魏无限这次的闹事 江丰眠决定取消 江燕离和金子轩的婚事 这件事也让 于夫人和江丰眠产生隔阂 其实江燕离的内心 依然喜欢金子轩 但他发现魏无限因此内疚 于是江燕离就安慰说 自己更想找一位 心心相应的人 一年之后 江城学艺归来 接着七三温氏 在不业天城举办清堂盛会 这是先门百家的盛事 首日要举行射箭大赛 在不业天城 魏无限偶遇 温家旁知的温宁 他夸赞温宁的剑术精湛 可温宁 却在温家受到排挤 无缘参加射箭大赛 如今温家家主 名叫温若寒 武功深不可测 而四大家族前来参会的人 分别是 南家家主之地 南起人 涅家家主念明爵 金家家主金光扇 江家家主江丰棉 没想到温若寒十分傲慢 摆出先门之主的架势 他不仅把四大家族 安排在下方座位 更让赤子温巢 坐在四大家族的汕头 这些举动 令所有人十分不满 尤其是念明爵性格刚直 差点闹事 说幸 南起人和江丰棉 在盘劝说 这才平息 而金家家主金光扇 则是墙头草 擅长三风点火 接下来 射箭大赛开始 魏无羡 江城 南站等人 全都参加 大家需要射击凶灵吧 数量多者 可夺头盔 比赛中 魏无羡大方异彩 剑术 广觉当势 没想到温家二少主温巢十分蛮横 他不仅破坏规矩 更直接用剑袭击他人 幸好南站及时出手 这才破坏温巢的剑 此时 由于剧烈运动 蓝站的母鹅松动 剑撞魏无羡好心的 上前班门 来 我帮你正着 这确实 这是一条母鹅吗 其实 蓝色族人的母鹅含义特殊 蓝站的心态剧烈震荡 竟然提前退赛 最终射箭大赛的排名出炉 依序是 魏无羡 蓝锡成 金子轩 蓝站 而主办方温家 没有任何人入围 这件事让温家勃然大怒 准备树立规矩 温若涵居然发动吞并战争 很快温家吞并了几十家先门 而顾书蓝氏也被温若涵的长子 温絮围攻 最后云生不知处被烧毁 蓝站和蓝家家族中山 蓝锡成失踪 之后温若涵逼迫各大家族 送智子来骑山 被逼无奈 江城 魏无羡 蓝站等人都成为智子 在骑山 大家遭到温潮的百般欺凌 温潮有一位保镖 温竹流 他会用划当手 划去敌人金当 面对这等高手 所有人都无力反抗 敢怒不敢言 而温潮非常好色 收了一位死女 王灵娇 他还看上一位女孩绵绵 并企图调戏对方 幸好魏无羡机智的 帮绵绵化解危机 接着温潮准备狩猎狗 屠戮玄武 王灵娇嫉妒绵绵 逼温潮用绵绵去饭学引寿 为了保护绵绵 蓝站 金子轩 魏无羡等人 和温潮起了冲突 过程中 玄武突然出现 场面一片混乱 趁机王灵娇 想给绵绵烫铁 轻急之下 魏无羡代替绵绵兽形 自身却受重伤 随后温潮带人撤出玄武洞 他还将魏无羡 蓝站等人 关在洞内危机关头 江城在水塘中发现一条 逃生出口 魏无羡立刻使用炎火阵 拖住玄武 其他人跟随江城 撤出洞穴 恰在此时 一只利剑破空出现 想不到 魏无羡竟被人一箭射中 对方是孤苏狼狮的 庞氏族人 苏瑟 苏瑟说 他只想射玄武 可却意外射偏 如今 魏无羡被困在洞内 面对玄武 其他人则是从水塘 逃出洞穴 千军一发之际 蓝站出现在 魏无羡面前 他为了保护魏无羡 没有逃跑 两人还联手对决玄武 过程中 蓝站腿部受伤严重 魏无羡又一次摘下 对方的抹额 包扎三口 经历这次患难 两人间的关系好转许多 他们还发现玄武的弱点 玄武的外壳坚固 颈下却有一道软肋 这次 魏无羡用蓝色的咸杀术 布下咸阵 他还潜入水中 吸引玄武 没想到 魏无羡突然发现 一把银铁剑 银铁怨气深重 魏无羡向药将其拔出 后来 玄武苏醒 异口将魏无羡吞噬 但他却被魏无羡用银铁剑 从内部攻击 随即 玄武冲出水潭 进入咸杀阵 蓝站立刻联手魏无羡 立应外合 狩猎玄武 我赢 能听到吗 最终蓝站和魏无羡击杀玄武 银铁剑则落入水潭 事后 蓝站给魏无羡 弹奏了一首原创歌曲 接着 江城找来援兵 挖出地洞 救出魏无羡 大家也逃出奇山 返回云梦 没想到 斩杀玄武的是 引起江城的嫉妒 他觉得 父亲江丰眠爱魏无羡 胜过于爱自己 余夫人也因此 和江丰眠 发生口角 不欢而散 最后 魏无羡对江城承诺 将来江城做家主 他就要做江城的下属 他们要成为 云梦双结 这些话 发浪江城十分感动 和魏无羡 重归于好 之后 温罗涵要求给仙门百家 设立监察疗 实施监控 温潮派出王灵娇来 云梦挑逝 要求处罚魏无羡 此刻 江丰眠外出未归 于夫人主事 他按要求 用仙气指电 鞭打魏无羡 作为惩罚 但是 王灵娇不依不劳 要求斩首 他还说出监察疗的事 对于夫人 耀武扬威 在云梦的监察疗 想不到 于夫人霸气悲惨 直接暴打王灵娇 他虽然平时不喜欢魏无羡 可形势却谈谈正正 称得上是女中豪杰 就在这时 温族流突然出现 和于夫人大战 原来温潮早就计划 今晚要剿面 云梦僵士 杀鸡儆猴 温潮率领温家修士 对莲花雾 发动围攻 原本江家的禁制非常牢固 但由于温族流 在禁制内 屠杀不正修士 所以江家禁制 从内被迫 遭到入侵 渔夫人则是率领猪人 对抗温家 江家小心 如今 如今 温夫人并不是温族流的对手 他只能保护江城和魏无羡逃出江家 于夫人还将家族掀器指电传给江城 最后 于夫人留下断后 魏无羡护着江城离开江家 与此同时 江分眠听说家中生变立刻返回 可当他赶回江家时 莲花雾已被毁灭 他率领藏鱼的族人和温家拼死一战 最终江分眠和于夫人全部战死 莲花雾被夺 事后江城 魏无羡等人遭到温家通缉 而先门百家 都因僵尸的覆灭 存亡此寒 此时 蓝战已回到姑叔 蓝家家族因为伤势太重 离开人世 蓝锡城和蓝锦人 则是四处游说各家 共同罚温 另一边 江城不顾魏无羡的劝阻 私下去找温朝复仇 可他却不敌温族流 被温族流化去金丹 之后 魏无羡潜入莲花雾 救下江城 两人还得到温宁和姐姐温情的帮助 温情一脉属于温系旁之 主修医术 从未做过坏事 温情号称齐皇神医 帮忙治疗江城 但江城经当被毁修为全尸 他善失了活下去的勇气 不过几天后 魏无羡告诉江城 他母亲的师父是报山赏仁 能够医治内当 之后 魏无羡带江城来到一座山谷 他说这里是报山赏仁的隐居之地 江城要蒙着眼睛独自上山 遇到人后 就说自己是长寿赏仁之子 这样报山赏仁 就会医治江城 就这样 江城散散求医 魏无羡留在山下 没想到他却被温潮找到 轻易的就败在温竹流掌下 温潮还把魏无羡带到乱战港 抛入其中 这里是古战场 遍布尸体 怨气冲天 温潮要让魏无羡被怨气吞噬 很快 魏无羡就被怨气包围 眼看就要散命 危机关头 魏无羡回忆起家人和朋友 这一瞬间 他决定 修轨道 陈魔祖 就这样 魏无羡开启轨道修炼 他也摘下一根竹子 制作出轨敌陈琴 与此同时 其上温斯越发张狂 他们要求仙门各家山交门派的静志和仙气 如果不从 云梦江市 旧市下场 这次 朗世联络到各家 三亿共同发温 清和涅世宗族聂明爵 第一个支持 而南西城还找来江城和许多仙门支持者 江城已经恢复金丹 正在重建江家 如今发温之事已成 金家家主金光扇 只能同意一起发温 由于温斯以太阳为图腾 这场战役也被称为 射日之争 此战 先门以四大家族为首 聚集拔前修士 而温家也势力庞大 战局陷入僵持 只有涅家和南家两条战线 有着优势 聂明爵 还亲手斩下温若寒斩子 温序的手机 另一边 江城和南战一同行动 他们发现温家的许多监察疗 死者无数 而死法都离奇异常 一时间 温家修士人人自危 害怕至极 南战还发现 问题出在一种 从未见过的招音符上 似乎能够着急 引起邪睡 这才导致监察疗惨状 之后 温潮发现江城和南战的据点 他率领修士大举进攻 双方爆发大战 此刻 亡灵娇被留在后方 一阵诡异的笛声突然传来 周围的护卫 全都成为凶师 杀死亡灵娇 接着 温潮在战场击败南战和江城 南战还被温竹流打成重山 恰在此时 天地变色 寻压蔽日 伴随乌鸦出现的 还有诡异的笛声 终于为无限修成轨道 霸气登场 早前监察疗命案 就是魏无限的手笔 他一人操控无数凶师 打破温家军队 而亡灵脚也被变成凶师 随后 魏无限露出真身 来到所有人面前 魏无限轻松击败文族流 他还随手捏碎对方的金丹 接着魏无限又用传人的手段杀死温巢 而看到如邪魔一般的魏无限 蓝战立刻劝说魏无限 不要修炼邪道 否则一定会控制不住星星 酿成大祸 有些事不是你能控制得住的 魏无限 其实蓝战最近一直都在担心魏无限 他提出要带魏无限回孤书 修身养性 不过江城站出来替魏无限说话 现在只要能讨伐温氏 任何力量都可以接受 此战之后 江城和魏无限乘胜追击 他们在金楚之地大败温家 收复莲花物 流落在外的姐姐江眼黎 总算能够回家 接下来为了对抗温家大军 魏无限决定炼制一件法宝 法宝材料就是玄武洞的银剑 这把剑杀念击重又吸收过玄武壳中的怨气 魏无限将其炼成鹰虎服 威力惊天动地 接着讨伐补业天城的战役爆发 大战持续多日 过程中鹰虎服现 巡魔乱武 威力当真恐怖 而另有两个人对上了温家家族温若寒 其一是聂家宗主聂明爵 其二是蓝战兄长 蓝西城 可两人觉得不是温若寒的对手 恰在此时 第三个人突然出现 最终温若寒死在第三个人手中 此人名为金光尧 他和莫宣宇一样 也是金光尚的私生子 念明爵 蓝西城 金光尧 还结拜为兄弟 人称三尊 即老大刺风尊 念明爵 老二则武军 蓝西城 老三炼光尊 金光尧 时间一晃 回到现在 魏无限来到云生部之处 蓝战也带回了那条鬼手 想要调查幕后真相 现在蓝战兄长蓝西城 已成蓝家家族 刺风尊念明爵 则因走火入魔 离起死亡 而金光尧 接替了金光尚 成为金家家主 金光尧和蓝西城的关系 最为亲密 他担任仙都之位 正在建设各地料万台 主要是用来观察 斜碎作乱 另一边 蓝家想用招魂术 调查鬼手 可鬼手突然作乱 导致蓝家长老中山 幸好为无限联手蓝战 这才将其镇压 大家发现 鬼手主人被人分尸碎魂 这才导致招魂失败 显然 鬼手背后 还缠着更多秘密 这时 鬼手因为连结束 突然指向某个方向 而多地料万台 还发现血水异动 魏无限和蓝战 决定下山 沿着鬼手方向调查 他们来到怀昌商路 在此 魏无限意外救下了 前来除税的精灵一命 接着 大家又发现 许多修饰的尸体 就在这时 一只巨满突然出现 精灵立刻上前迎战 但却不是对手 千军一发之际 魏无限再度出手 拯救外生 最终魏无限和蓝战 联手击杀巨满 其实 精灵就是江彦离 和金子萱的儿子 但他的父母都已死亡 背后也隐藏着一段晚事 随后 大家调查到一处 凶邪区域 这里被人布下困尸阵 能困住凶煞走私 现场还有11年前 失踪村民的尸体 之后 困尸阵中出现一颗头颅 这颗头颅 就是咬死修士的凶手 随即魏无限出手 将头颅震住 蓝战还招来魂魄 看到头颅的生前往事 此人生前是金家的金子勋 精灵的谈书 金子勋曾经得罪过魏无限 后来他中了千疮百孔咒 所有人都认为 这个毒咒是魏无限所向 可魏无限却并不知情 千疮百孔咒 还有一个特性 一旦失踪者死亡 那么毒咒就会消失 这时蓝战说 他生前就在求证一件事 如果能找到金子勋的身体 却认身体上的千疮百孔咒没有消失 那就能证明 不是魏无限下的咒 蓝战始终相信 魏无限不会做这种事 这也让魏无限十分感动 可惜金子勋的身体 却被真凶隐藏 接着鬼将军温宁 来到此地 蓝战还抓到一位神秘的死士 当对方宁可致敬 也绝不透露半分信息 随后江城追查到此 对付鬼将军 见赚魏无限赶忙失速 帮助鬼将军逃跑 最终鬼将军逃离而去 江城则是带走精灵 接下来魏无限和蓝战发现 困尸阵中的尸体 有过碎尸拼接的现象 布阵这人似乎在做实验 用碎尸重组的方式 分散怨气 震助杀气 而金子勋的头颅出现的时间十分巧 显然是有人在引导蓝战和魏无限前来调查 那么这个人和布阵做实验的人 又是什么关系 最后魏无限出手破解困尸阵 消除次第邪睡 他们还发现许多死亡的村民尸体 尸体上都有着双花剑痕 这是12年前崛起的正派人士小新城的绝招 小新城是报山赏人的徒弟 算是魏无限的小师叔 另一边死士的首领登场 对方居然就是蓝戏旁之一脉的书社 他服务于幕后做碎尸实验的人 并派死士四处监视 与此同时 鬼兽居然自行逃出蓝家名士 消失不见 很快这个消息传遍各处 蓝戏城也将鬼兽的事告诉金光瑶 随即两人准备前去调查 之后魏无限拿出风鞋盘 职务能靠连结术指引凶杀邪物 依靠风鞋盘的指引 大家来到清河搜捕鬼手 这里是聂家的地盘 现任的聂家家主 则是聂明爵的弟弟聂怀山 蓝戏城和金光瑶 都将聂怀山当成弟弟看待 而聂怀山还是老样子 柔弱乖巧 一问三不知 现在清河的行路里 出现一座痴人的城堡 蓝战和魏无限前去调查 没想到他们背后却出现了一位跟踪者 从服装上看 跟踪者就是聂怀山 接下来魏无限查到吃人宝 里面封印着一把刀 就连来除睡的精灵也应充算邪睡 晕倒在此 在救出精灵后 魏无限想起一段往事 过去江彦离原本和金子轩取消婚约 但两人后来又互相爱慕 结成夫妻生下精灵 在一次狩猎比赛中 魏无限独占三层猎物 并且拿下蛇王 这引起金家许多人的不满 尤其是金子轩 幸好江彦离维护魏无限 这才没有念成冲突 从小魏无限 江城 江彦离就亲如姐弟 但是江彦离和金子轩的死 都和魏无限有关 回到现在江城找到精灵 他终于发现 莫玄宇就是魏无限 不过由于鬼将军的意外出现 魏无限成功逃走 而魏无限也向精灵道歉 不该说她是媒娘的孩子 接着魏无限见到鬼将军温宁 回忆其往事 过去在温室覆灭后 温琪一脉也被追责 被金家逼着干鼓励 其中温宁还被金子轩虐杀 这让魏无限勃然大怒 他单产将温宁 炼成凶狮鬼将军 之后金光燦出面 和魏无限对峙 金光燦觊觎于魏无限的鹰虎符 他故意煽动魏无限作乱 这样就可以大意之名 要求魏无限交出鹰虎符 虽然蓝战即使感到 想要阻止冲突 可魏无限还是操控鬼将军 和金家大战一场 最终魏无限救走 温琪的族人来到乱战港 他也退出江家 以免牵连江城 接下来魏无限和温琪一脉相处愉快 其中还有一位可爱的小孩 名叫温怨 回到现在 魏无限发现 有人用赤炉钉封锁温宁的绳志 他将赤炉钉解开 总算让温宁恢复绳志 其实魏无限死前 曾经销毁鹰虎符 传闻中鬼将军也被讨伐的队伍毁灭 但有人瞒天过海 暗中研究鬼将军 温宁破碎的记忆中 这件事和蓝灵金士 与孤苏蓝士的某人有关 其中金士的金光上 一直想当第二个温若涵 他寄予鬼道的力量 想研究鬼将军 现在魏无限还发现一件事 温宁是被人有意放出 和魏无限重拒 似乎自魏无限重生开始 就有一根线索 在牵引着他调查某些事情 接着魏无限因为之前 在吃人宝中了二组痕 他的身体变得衰弱 继续回忆往事 当时魏无限坐在 怡灵乱战杆被称为怡灵老祖 蓝灵还来看望过魏无限 两人把酒言慌 魏无限说 他正在研究 开启凶狮绳子的方法 之后魏无限在蓝灵的帮助下 他成功用鹰虎符 开启了温宁的绳子 从此温宁成为 拥有绳子的凶狮 鬼将军 同时魏无限说出 他用镜子封印了鹰虎符 这个镜子只有自己的血 才能破除 魏无限也决心 要保护好温情一脉 大家相处的 就像家人一般 共同组建了大家庭 一年后 江燕梨和金子轩 生下精灵 他们邀请魏无限 前来庆号精灵满月 没想到金子轩 却带人在穷奇道 狼路截杀 他被人下了千疮百孔咒 误以为是魏无限所下 所以双方爆发冲突 原本魏无限想要点到为止 想不到他突然邪气攻心 性情变得狂暴 随即冲突演变成命案 过程中金子轩赶来阻止魏无限 但是温宁却从背后杀死金子轩 就这样穷奇道事件中 金子轩死在温宁手中 事后魏无限回到乱战感极为自责 而金家则是借机要求魏无限交出鬼将军 此时温情突然用针制服魏无限 他已和温宁决定去金家请罪 临走前温情对魏无限做了最后的告别 接下来魏无限偷偷去看望了江燕离 温情和温宁则是来到不夜天城 向金家请罪 其中温情被焚杀 温宁则被先诉制服 金光扇还扬言要淡平乱战感 一个不留 此刻蓝战想要反对 不过魏无限突然来到此地 他讥讽金光扇言而无信 双方起了冲突 还有一名身穿金饰衣服的人 暗中施展轨道 这导致局面更加混乱 但大家都以为 这些都是魏无限的舍笔 因此战斗愈言愈烈 蓝战也无法阻止 机场中江燕离来到现场 寻找魏无限 恰在此时 异点发生 最终江燕离被凶狮中创 所有人都以为 这是魏无限没有控制住凶狮 此时魏无限听江燕离的话 叫停凶狮 没想到却由卑鄙小人趁机偷袭 就这样在不夜天事件中 江燕离为保护魏无限而死 魏无限也因此失控 局面彻底混乱 其实江燕离之所以恨魏无限 最大的原因就是姐姐的死 回到现在 蓝战把魏无限医治了二组痕 其实蓝战早就发现 莫玄宇就是魏无限 他过去还帮魏无限捡到了清新灵 这是江燕离送给魏无限的物品 魏无限转任给蓝战 交由对方保管 而蓝战早间还帮魏无限 打磨过他的主敌 这算是两人互换定情信物 此时蓝战说 他过去曾去过乱战港 发现封印鹰虎符的地方 有人偷偷用魏无限的血迹解开禁制 而当年穷奇道和不夜天大战 都有人布下招音阵 这下两人方才明白 过去有人暗中布局 一方面破除禁制 让鹰虎符偷偷吸食怨气 另一方面在穷奇道和不夜天城 布下招音阵 两者叠加后 魏无限就会被鹰气攻心 变得狂暴 所以才会发生穷奇道和不夜天城的命案 而那个布局之人才是幕后真凶 对方肯定还有精通轨道的人的帮助 接着蓝战发现聂怀山之前一路跟踪自己 原来吃人宝是聂家的祭刀坛 聂家家主都修起刀法 会伸出刀铃 但此法非常凶险 家主多是因为走火入魔而暴毙 届时无主的刀铃就会作乱 必须要聚集其他尸体的怨气来镇压刀铃 地点就在祭刀坛 但是十年前意外发生 有一伙人前来盗墓炸破墓穴 聂怀山派人来调查 可这些人全都被杀 尸体被容 聂怀山值得散布吃人宝的消息 以免有人误入此地突招横祸 如今相同的事件又一次发生 聂怀山派来的几十名修士 同样失身被容 造成这一切的居狼是先前出现的死士组织 随即双方爆发激战 过程中魏无限发现死士深重千疮百孔兆 他们对蓝士剑法还特别熟悉 接着蓝锡城和金光尧赶到此地支援聂怀山 众人合力将死士击退 同时鬼手也逃到此处被大家镇压 事后蓝战和魏无限发现 也有人在鸡刀坛做着碎尸正杀的事 果然在鸡刀坛蓝战找到了一双鬼腿 这双腿和鬼手都属于同一组人 种种迹象表明 此事和其背后的组织正用碎尸手段分散怨气 镇压鬼手身体部位的煞气 他们就是分尸鬼手身体的始作俑者 事后蓝战和魏无限决定继续追查 魏无限发现 此事都是被人用千疮百孔兆控制 这个人还熟悉孤疏蓝士的剑法 对方很可能就是暗中研究温宁的那位蓝士族人 接着魏无限继续利用鬼手指引方向 他们一路向西来到蜀东小镇 在此魏无限发现破烂谷玩得十分开心 他从小就喜欢破烂谷 因为这是他和某人的第一次邂逅 另一边 金光尧发现墨玄宇很有问题 他已查到限射禁术 猜出墨玄宇是魏无限 与此同时 魏无限和蓝战来到异城 这座城市阴生恐怖 全无活人 巧的是精灵 蓝月 蓝锦仪 悲极猫尸案 引到此地 接着 大家遭到一群凶尸的袭击 魏无限没办法用笛声控制凶尸 只能通过其他方式将凶尸制服 而雄师都属于十多年前被灭门的长家 蓝战通过弹琴问铃 了解往事 继魏无限之后 江湖出现了一位修轨道的人 薛扬 薛扬和长家有仇 就将长家灭门 只有长家家主长平逃过一劫 后来 小星城和自有宋蓝抓到薛扬 可当时的先都金光扇却百般维护薛扬 原来魏无限当时 没有完全销毁鹰虎符 留有长片 而薛扬精通轨道 金光扇已经得到长片 想利用薛扬 修复鹰虎符 最后薛扬被金光扇保住性命 但案件诡异的地方在于 长家家主长平后来是死在小星城的双滑剑下 而金光瑶三位成为先都后 魏正分器 这才处死薛扬 回到现在魏无限还发现 异城的平民也死于双滑剑 似乎小星城和薛扬背后 还有更多谜团 接下来 双目失明的小星城 出现在异城 同时还有三百多具凶尸出现 混住蓝战 另有一具凶尸是小星城的自有宋蓝 实力恐怖 这次面对强大的对手 魏无限拿出新的绝招 经过一番激战 魏无限用指人制服宋蓝 他还发现宋蓝是死在双滑剑下 就在这时小星城面色一变 没想到宋蓝绝然受到他的操控 再度发难 幸好温宁及时赶到帮忙对付宋蓝 此时魏无限看破了小星城的身份 眼前长得像小星城的人 实际上是精通轨道 没有死亡的薛扬 薛扬说 他想要魏无限帮自己修补一个灵 这时 蓝战消灭了三百凶尸赶来支援 薛扬只能操控宋蓝 暂时逃离 随后魏无限等人 就逐被薛扬抓的狼院和蓝锦仪 大家还见到一位哑巴女孩的魂魄 阿金 阿金帮助众人找到了真正的小星城尸体 蓝掌也使用共情 看到一段往事 十一年前 小星城双目失明 并在一城遇见阿金 两人还遇到重山的薛扬 小星城是瞎子 没忍出薛扬 善良的救了对方一命 其实薛扬本要被金光扇处死 可却侥幸舍利逃生 之后 薛扬赖在小星城的身边不走 三人共度了两年时光 而在两年中 小星城对薛扬极好 他发现薛扬爱吃糖 就会给薛扬买糖吃 没想到薛扬却恩将仇报 他利用小星城掩盲的弱点 陪小星城业劣走私 实际上 被杀的走私都是村民 薛扬用尸毒粉 让小星城误以为这些人是走私 所以先前发现的村民尸体上 有双花剑痕 后来小星城的自有宋兰寻找而来 撞破薛扬的恶心 薛扬就设局 让小星城亲手杀死宋兰 并将其炼成凶尸 接下来 小星城终于发现薛扬的真面目 薛扬也说起所有事件经过 小时候他喜欢吃糖 但却被长家的产品欺负 甚至被压断一根手指 所以薛扬就要灭长家满门 在被小星城抓捕后 薛扬因为金家庇护 没被处死 他想报复小星城 就是诡计暗算宋兰 弄瞎宋兰双眼 事后小星城将自己的眼睛 换给自有宋兰 就此小星城成为瞎子 他先后遇到阿金和薛扬 以至于组成大错 最终小星城选择自吻 以死谢罪 回到现在 薛扬派出大批凶狮突然来袭 剑撞为无限施展点睛招将术 用指人灭凶狮 就这样薛扬的凶狮被灭 之后宋兰被温宁控制 薛扬也被狼杖打断手臂 中山兵死 其实魏无限看出薛扬对小星城的复杂感情 他一方面感激小星城对自己的好 一方面又想复仇 所以小星城死后 薛扬想要将他炼成凶狮复活 可小星城仅剩残魂 无法被炼制 因此薛扬才会想找魏无限修复魂魄 这些年中薛扬还伪装小星城 用双划剑杀死长平 就连阿金也是被薛扬所杀 如今看到薛扬被制裁 阿金的魂魄终于得到解脱 但是薛扬却被突然出现的死士带走 魏无限推测 薛扬身上还怀有修复后的鹰虎服 怀昌山等地的分尸碎魂 也是薛扬的手笔 薛扬就是为幕后真凶服务的 精通轨道的人 而凶狮宋兰 则是薛扬练出的另一具有绳子的凶狮 魏无限解开赤卢丁 为宋兰恢复绳子 他将双划剑以及小星城和阿金的魂魄 都交给宋兰 今后宋兰将会陪伴自有 浪迹天涯 一城事件后 魏无限有了新的收获 他从薛扬控制的一具凶狮中 找到鬼手身体的右臂和躯干 只插鬼手的头 另一边 死士已将薛扬修复的鹰虎服上交 接下来有人继续用猫尸案 指引大家调查 魏无限等人沿着猫尸追查 来到云平城 晚上魏无限还约蓝战喝酒 这段时间相处下来 两人配合默契 亲密无间 魏无限还借着喝酒 调戏蓝战 快喝点水 可以啊蓝战 没想到蓝战酒量极差 立刻就被放倒 之后温宁因为自己杀害金子轩 而对精灵感到愧疚 魏无限则是开导他说 错不在你 就在这时 蓝战突然酒醒 向着温宁冲来 原来 酒最后的蓝战会性情大变 他一方面赶走温宁 一方面从袖子里拿出各种东西 讨好魏无限 两人像过去一样打闹 蓝战居然主动拿出天子笑 陪魏无限喝酒 这时魏无限发觉 云平层中被人布下神秘阵法 魏无限开始计算正眼 接着蓝战又想喝酒 他用膜把魏无限绑起来 带回酒馆 这下所有人都被 寒光君的表现震惊 突然一变发生 鬼手的身体居然自行拼接 他只插一颗头颅 就能恢复全身 单场作乱 鬼手的实力异常强大 擅长用刀 幸好蓝战居成 及时赶到 他联手魏无限和蓝战 这才将鬼手压制 接下来大家发现 鬼手身体是前任聂家家主 赤锋尊聂明爵 魏无限怀疑 这件事的幕后黑手 就是金光瑶 因为金光瑶很有机会 谋害聂明爵 并熟悉狼式剑法 而且薛阳过去 就是被金家救下 鬼手全力攻击的人 也都带有金家血脉 不过蓝战居成 十分信任金光瑶 不愿相信 多日后 金灵台举办清堂盛会 千门百家都来参加 大会上 金光瑶带着妻子秦树出席 主持大会 秦树是金光上德老部下的女儿 接下来魏无限听说一件事 金光瑶曾有一个儿子 可幼年就被人所害死于非命 当晚魏无限准备调查金光瑶 他用法术附身到子人身上 潜入金光瑶房间 没想到 秦树收到一封密信 上面写着 金光瑶亲手害死了自己的儿子 原来金光上生前非常好色 四处留情 除了有金光瑶 莫玄宇这样的私生子 就连秦树也是金光上 和部下妻子 私通后所生 所以金光瑶和秦树是兄妹结婚 儿子先天残疾 金光瑶未免家丑外揚 这才狠心杀子 如今 秦树从密信中得知一切 情绪崩溃 金光瑶只能将妻子弄晕 他还进入一间密室 魏无羡跟进去后发现 密室中居然有聂明爵的头颅 果然金光瑶就是杀害聂明爵的幕后黑手 蓝战和魏无羡还用问灵术 看到四件真相 过去金光上不肯认金光瑶这个儿子 因为金光瑶是参技所生 本名孟瑶 后来金光瑶加入聂明爵的军队履历战功 他还曾救过蓝锡城一命 得到蓝锡城的引荐 所以金光瑶慢慢身为聂明爵的父子 聂明爵还写了一封举荐信 让金光瑶去认主归宗 但是金光上依然不肯认这个师生子 后来聂明爵偶然转件 金光瑶杀死盗取自己功劳的上级 用的还是温室的宝剑 想要嫁祸温室 这种行为让聂明爵对金光瑶十分失望 他觉得金光瑶之前都在演戏 没想到金光瑶假装制裁谢罪 引来聂明爵 他趁机将聂明爵打伤 押送到齐山 这份同名传 让金光瑶得到温若寒的重用 不过金光瑶后来又私下救出聂明爵 接着法温联军公路不业天成 聂明爵和兰西成正面对决温若寒 但却不是对手 就在这时 金光瑶从背后偷袭 杀死温若寒 一战成名 他过去也给法温军队送过许多情报 所以金光瑶最终被聂明爵原谅 并任主归宗 聂明爵 兰西成 金光瑶也兄弟结义 人称三尊 但是金光瑶的阴谋远未结束 他一方面设计魏无限 让魏无限命上乱战杆 另一方面利用薛阳修复鹰虎符 接着聂明爵因为祖传刀法的问题 会出现头疼症状 金光瑶就向兰西成学习清新音 弹奏给聂明爵 当时聂明爵有一块心病 弟弟聂怀山不爱练刀 只爱风雅 醉心书画 这经常引起聂明爵的不满 而在薛阳事件中 金光尚和金光瑶又包庇薛阳 得令聂明爵再度和金光瑶产生嫌隙 某天金光瑶来向聂明爵认错 弹奏清新音 过程中聂怀山不肯学刀 应得聂明爵动怒 聂明爵居然急火攻心 当场身亡 所有人都认为 这是聂明爵走火入魔 实际上问题出现在清新音中 回到现在魏无限收回魂魄 他和蓝战带人来到金光瑶的密室搜查 没想到聂明爵的头颅居然消失 秦树还受人控制当场致敬 让现场一片大乱 混乱中金光瑶诬蔑魏无限害死秦树 魏无限为了自保拔出身边的宝剑 这把剑就是魏无限生前的配剑 随便随便以备封剑 只有魏无限本人才能拔出 这下莫玄宇就是魏无限的事情曝光 最后蓝战护着魏无限逃离而去 他为了魏无限宁可和天下人为敌 不过临走前魏无限还是被精灵赐了一剑 接下来魏无限被带到云深不知处 蓝战还为蓝西城附奏了金光瑶的清新音 这首曲子被创改了几个旋律 这些旋律来自于东营协曲能够扰人心智 金光瑶长久给聂明爵弹奏犹如慢性毒药 最终导致聂明爵弃血攻心入魔身亡 但是东营协曲被人失去一夜没办法证实 所以蓝西城一郎相信自己的三弟不会这样做 毕竟金光瑶曾冒死救过蓝西城一命 接着蓝西城私下告诉魏无限一件事 他的母亲因为过往仇怨杀害过父亲的师父 父亲为了保护母亲决定用一身赎罪 两人将自己光了起来 蓝湛每个月也只能见到母亲一次 直到后来母亲离开人世 如今蓝湛对魏无限也十分维护 似乎就像父亲当年对母亲的做法 之后蓝湛在蓝湛房间里乱翻 他翻出蓝氏家规亚正吉 里面居然写着 我儿之秘 原来 我儿只能被命定之人摘下 原来魏无限就是蓝湛的命定之人 这让魏无限直接受惊想和蓝湛道歉 就在这时事件平方 有一个神秘人突然给蓝湛传信 内中写着 欲知真相数往谈成 同时 廖望台发现多地出现碎乱 大批狮群被鹰虎服操控 正在赶往乱湛杆 所有人都以为这是魏无限的手笔 随即蓝湛立刻前往谈成 魏无限和蓝湛则是前往乱湛杆 途中 他们还遇见正在保护村民的温宁 之后魏无限二人来到乱湛杆 此地已经乱成一团 除了有修士在和狮群对战 还有许多人被抓 幸好魏无限出手救下大家 之后 江城领着仙门百家 要求魏无限为罪行负责 曾经魏无限就是这样死在四大家族手中 但是如今 蓝湛站站出来维护魏无限 他还说出 另有幕后真凶的种种狮群 并附上证据 文言 聂怀伤立刻响应 说出魏无限是被冤枉的 突然 蓝湿旁之的输涉带头反对 同时 大批狮群正在袭来 众人暂时进入附魔洞 用禁制抵御狮群 奇怪的是 许多修士都莫名其妙的失去灵力 此刻魏无限方才发现 苏射就是金光瑶的爪牙 火灵苏射是狼狮盘子 对狼狮剑法十分熟悉 苏射一直记恨世家子弟 过去就曾在玄武洞射击魏无限 后来苏射投靠金光瑶 并为其培养死侍 就是苏射使用千疮百孔兽 暗害金子勋 嫁祸魏无限 这才引发出穷奇道截杀等一系列事件 早前苏射也暗中给许多修士弹奏携取 这才导致这些修士暂时失去灵力 现在魏无限射局 让苏射露出马脚 苏射当场变脸 用血破除静置引入狮群 苏射准备见狮群 猎口现场所有人 他也抓着柔弱的猎怀山 遇见逃离 此刻由于许多人都失去灵力 场面陷入危机 千军一发之际 魏无限召唤出 招阴奇 而蓝战也舍命相随 他们要用肉身作恶 为大家 顶开狮群 就这样 魏无限和蓝战穿上红礼服 两人吸引所有狮群 帮助大家撤离 但江澄却不愿离开 他把指电传给精灵 选择留下对抗狮群 同时 温宁也在不断战斗 过程中 他的玩偶掉落到血池 突然 一变发生 血池中爬出无数凶狮 并对狮群 发动进攻 原来 这些凶狮都是死去的 温情一脉族人 还有一位奶奶认出了 狼怨就是温怨 最终 温情的族人帮为无限杀死所有狮群 这就是他们对家人为无限 最后的守护 你们是一直在这里等着吗 同时 总算乱战杆的危机解除 讽刺的是 曾害死魏无限和温情一脉的先门百家 到头来 却被魏无限和温情一脉所救 这时 南西城派人 从唐城送来一名女子和一块碎魂 这位女子是秦树母亲的贴身丫鬟 她亲口控诉金光瑶 杀其杀子 并说出金光瑶和秦树是亲兄妹 就是这名丫鬟给了秦树那份密信 而从另一块灵魂碎片中 大家还还原了金光瑶和金光尚的往事 原来金光尚就是被金光尚害死 金光尚知道老爹好色 就专门给他找来许多角色美女 让其精进人玩 总算金光尚的真面目被人识破 称为悬门公敌 现在金光尚正在云平城观音庙 他和苏瑟还抓来南西城和聂怀山 不过魏无限 南战 江城等人 即使赶到 南西城也冲破穴道 制服金光尚和苏瑟 此刻金光尚不再隐瞒 承认一切罪行 他还启动云平城正法 并拿出薛阳修复的鹰虎符 金光尚要用正法召唤高阶凶狮 杀光先门百家 不过魏无限早前就发现此地的正法 他还请出南起人 找到正眼 因此南起人破解金光尚的正法 镇压高阶凶狮 就在这时 一道恐怖的气场传来 温宁瞬间被击败 来者竟是已经恢复全身的 超级凶狮聂明爵 原来之前明爵的头颅自行消失 他和鬼手等身体合而为一 成为超级凶狮 打开杀戒 为了保护金光尧 输射被灭明爵杀死 随即所有人合力对抗灭明爵 可惜大家依然不是对手 温宁还为了保护精灵 被灭明爵一掌穿心 击掌中魏无限的逐敌被毁 蓝战虽然施展闲杀术 可却仍旧处境危险 千军一发之际 江城将鬼敌陈琴 送还给魏无限 终于魏无限重奏陈琴 魔道祖师 再现江湖 最后魏无限用陈琴 将聂明爵镇压封印 接着蓝戏城 劝金光尧不要再做无谓的举动 否则他就会失去生命 现在金光尧大势已去 心灰一人 蓝戏城则是想要为其治疗伤势 没想到因为聂怀山的提醒 蓝戏城一剑 重创金光尧 但实际上金光尧并没有任何举动 从始至终 金光尧也从未害过蓝戏城 这时金光尧的血液 刺激到聂明爵的封印 他的背后瞬间冲起滔天黑气 而金光尧也准备拖着蓝戏城 一起去死 好二哥 一起死吧 最终金光尧还是放过蓝戏城 他转身冲入念明爵的黑气 两者同归于尽 到此一场危机彻底结束 最伤心的莫过于蓝戏城 同时 魏无羡和蓝战发现了一些赤卢丁 原来金光尧曾用赤卢丁控制了温情族人和秦树 这才让温情族人用魏无羡的血破解鹰虎符封境 以及控制秦树 当场致敬 至于鬼将军假装被毁灭 也是金光尧借助薛阳的轨道能力做的骗局 另外 两人也发现 聂怀山就是一直引领着他们调查的神秘人 从莫玄宇 县舍开始 到谈成密信等等 过程中的所有指引 都是聂怀山所为 聂怀山借助魏无羡为大哥报仇 杀死金光尧 原来聂怀山才是最会演戏的人 可惜这一切都是猜测 没有实证 只是结束 魏无羡带着蓝战一同祭拜江丰眠和余夫人 过程中江城前来感人 这次 温宁说出了一件真相 其实江城过去 失去金当后 魏无羡把自己的金当换给了江城 他还骗江城蒙眼上山去找报仗赏人 那里只是一座荒山 根本没有报仗赏人 就是因为失去金当 魏无羡才会被温巢抓到 他也没办法修炼仙道 只能被迫去修鬼道 至此江城方才明白 魏无羡对自己的大恩 而蓝战则是带着魏无羡准备离去 临走前 江城还在要强的质问魏无羡 但是蓝战出手打飞江城的火 而看着渐渐远去的魏无羡 江城心中涌起无尽的悲伤 就这样魏无羡和江城的恩怨总算平息 此间事了蓝战又一次和魏无羡喝酒 他的酒后表现也特别可爱 接着蓝西城告诉魏无羡 过去魏无羡在不夜天城上司神志陷入昏迷 是蓝战拼死保护了魏无羡 并且不惜打伤族人 为此蓝战受了非常多的家规惩罚 但即便这样 他也始终没有放弃过魏无羡 此刻魏无羡方才明白 蓝战对自己的情谊十分感动 而他自己也终于面对内心 每个男人在遇见自己喜欢的男人之前 他都会误以为自己喜欢的是女人 现在魏无羡就幸运的发现自己喜欢蓝战 随后两人合力销毁鹰虎服 他们终于亲手结束了这件引发纷争的法宝 接下来仙门百家发生巨变 精灵接管金氏江城闭门不出 狼西城伤心狼狱 所以灭槐山成为了仙门百家之首 另一边魏无羡和蓝战与狼怨温宁告别 狼怨就是过去的小温怨 他在乱战感中幸存 被狼怨带回狼家 蓝怨 蓝战 魏无羡也构成了一家三口的幸福画面 之后温妮和蓝怨告别大家 他们要去骑山埋葬主人的骨灰 而魏无羡则是和蓝战结尾道理决定归隐山林 谈话中魏无羡问起 为什么蓝战能在第一次见面时就认出自己 原来魏无羡当时吹了一首蓝战的原创歌曲 这首曲子只有魏无羡听过 这首曲子的名字也引起魏无羡的好奇 好了 以上就是魔道祖师的所有剧情 此处该刷一波完结沙花 这部动漫真的超级好看 尤其是主角为无羡的邪魅气质非常有魅力 魔道祖师也被称为国曼当美鼻祖 关键是剧情特别精彩 线索黄黄相扣 解谜仇视波茧 看得十分过瘾 所以必须要将这部作品推荐给大家 也拜托大家点赞三连 订阅关注 转发分享一下吧 让更多人看到魔道祖师 你们的支持也对我特别特别特别重要 谢谢大家拜托啦 拜拜 拜拜